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这个寡妇的故事 厄里亚的那时候 是一个真的令人惊讶的 慷慨的一种方向 大概你们应该记得 希望你们记得那时候的状况 就是说 以色列子民那时候有开始拜很多的偶像 就被自己的领袖带到忽入歧途 那时候的一些军王啊 真的是所谓的暴君 然后把整个以色列都带到别的神去吧 那有厄里亚先知 他不断的在提醒他们说 你们这样子的行为 就会导致天主的义务 结果就天主惩罚了整个以色列 还有附近的所有的民族也是 所以 厄里亚先知就说 在我还没有说之前呢 就不会有雨回下降在地上 所以总共是大概三年的时间 都没有雨水 没有下雨了 那你们可以想一想 一整年没有下雨会怎么样 然后两年啊 三年啊 然后两年啊 三年啊 那时候就一定是靠农户吃饭啊 就没有 没有种田 就不可能有什么食物吧 连动物都会死掉 所以你们想一想 就是第一年过了 已经情况很严重了 那第二年呢 就更严重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属于以色列地区的一个地方 有这个寡妇 然后天主说 对厄里亚先知说 你去到这个城市去啊 我派你到一个寡妇那里 那边你就可以度过就是最后的一年 然后他到了城门呢 就看到这个寡妇 可能是 那时候就是寡妇就像他没有结婚的 都会以他们的衣服来辨论 或者他们的头发 他们什么头发 他们什么概念啊 就是当时的一些习惯 所以厄里亚看到就是寡妇 然后就说 哎 你顺便拿一点水给我喝 你们想一想 已经两年没有下雨 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们遇到一个陌生人 跟你们说 你拿一点点水给我喝 你们会怎么说呢 自己没有水还要给一个 不但是陌生人 他是犹太人啊 我们知道犹太人跟邻居不是很好的 那现在好像还是还是 对 但是到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摩西亚为主 才会改变这种情况 所以那个寡妇就没有想说 我自己没有水 两年都没有下雨 这个人怎么冰呢 他是马上就去拿 表示说 他那种慷慨的态度 就是一直都有 变成一种习惯 他不会去想 不会去 就是鼓励说 我自己有多少 然后该给别人多少 他是去哪 然后呢 他去的时候 恶利亚先生走后面 哎 你也是骗哪一点饼干给我吃 面包给我吃 又是 一个要求上就加要求啊 水没有 食物也没有 那你还要跟人家说 你给我面包吃吗 你们会怎么说 没有 自己没有啊 真的是把最后的 一把面粉用完之后 真的是等死了 饿死了 很恐怖 非常的恐怖 做父母的 你们想一想 你们有小孩子吗 那如果是碰到这样子的情况 剩下一点点的食物 你们会给自己的小孩子 还是给一个陌生人呢 就不用讲啊 所以这个寡妇真的是 非常特别 非常非常的慷慨 然后 他回复先知的那句话 也让我们知道 其实他的 这种 宗教性的 一种信仰 不管是不属于 以色列的子民 可是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信仰 因为他说 我指着 你天主永生的上主 启示 虽然他不是犹太人 但是他对 厄里亚的神 就这样是说 你的永生的天主上主 嗯 他没有指着自己的神啊 那时候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神 你换神 那个是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 表示说 他好像 有一个很深的信仰 然后 那时候 厄里亚就对他说啊 就是 天主的意思 你先给我 再 为你自己 或者为你的小孩子准备 这样子做了 你会用不完了 然后 会度过这段时间 所以先知的要求 就是 天主经过的先知 对他的要求说 你先 给我做 再 给你做 这给我们一个机会 反省一下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境 天主会 就是会 对待我们的方式可能是软一点 因为我们正在面对一些困难 所以天主不会多压给我们 就是会 好好对待我们 但是有时候 正好是相反 我们正在面对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天主的要求 越高 为什么呢 因为天主还是要提醒我们 你不要忘记 我先 我这个先是绝对的先 而不是说看情况 情况好的时候 天主先 情况不好的时候 我先 没有 对天主的爱 对他人的爱 爱主爱人 这个坚密 没有看情况 他有一个全对的先 所以 你不要忘记 我先 你后 所以你先要给我做 再来可以为你 为你儿子去做 那个寡妇听了 就是相信了这句话 才有奇迹 如果他不相信 不会有奇迹 所以是很有趣的一种情况 然后今天的福音呢 又是一个穷寡妇 那时候耶稣看到人在奉献给耶鲁上的圣殿 那边有一些奉献箱 像我们教堂也有一些奉献箱 可是那些奉献箱呢 有大概三十个 我有学过在那里 就是有蛮多的 然后他们的 他们的模型呢 就像喇叭 就像那个号角的那种金属的 然后后面可能是木头的一个奉献箱 所以很多有钱的人 拿了一把银币就丢进去 然后会有那个成因 大家都看了 哇 他奉献了很多 那时候没有纸币耶 只有那个银币 是哪一家民族先发明了纸币呢 就是华人啊 第一个用到纸币就是中国 然后 就这些人可能 他们很开心 没错啊 存了很多的钱 那时候一个 一颗银币就蛮多 蛮多的钱 可是呢 可能他们的心 也没有投进去 他们只是投钱 没有把自己投进去 或者可能是想 真的是想要引人注意 他们的慷慨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功德 没有上报 那有一个穷寡妇来了 他投了两块钱 就像我们今天的一块钱 这样子最少的那个价值的一个钱 然后耶稣马上就叫过来门徒说 这个比所有的人奉献的更多 因为其他人奉献的是 从他们剩下的 把自己不需要的给天主 这个寡妇呢 是从他自己需要的 全部奉献给天主 态度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 不要用钱 我们可以用我们生活上的其他的方面 譬如说 我们的一些能力 或我们的一些时间 我们传教的热忱啊 我们可以想到各方面 然后说 我给天主的 是我剩下的吗 好像是说 先忙我的自己这边 我所有的事情 我剩下的时间 如果剩下 如果没有剩下也不可以啊 那如果剩下一点点 我才给你 哇 好大方哦 自己的心很平安 我今天五分钟祈祷 哇 好开心哦 欧欠给天主五分钟 然后可能欧欠给自己的手机啊 给电视啊 或者给工作 好几个小时了 那 是不是我们可以天主的就是剩下的 所以 魔鬼有时候是非常的狡猾 因为他有经验 一直在诱惑人啊 所以他很了解每一个人的心 他是经理学家 他说 啊 当我有钱 我就会奉献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我现在很努力工作 我做了大钱的时候 我就会帮助教会 骗 骗神 骗自己 当我退休 当我有时间 我就会来教会帮忙 我就会做这个 我就会做那个 其实 我们知道 你现在没有做 以后也不可能会做 再有钱 再有时间 你不会做啊 因为你没有那个心 所以有时候爱天主爱人的这个签名呢 不可以等到最理想的情况才去做 这是一个诱惑 在理想 最理想的一些环境当中呢 哦 我就会做 哇 自己好大方哦 但是 嗯 理想的情况到来的时候 不会做 所以我们可以 从今天的福音去反省一下 在客观方面呢 可能很多人奉献给教会 很多的可能时间啊 可能的精神啊 可能的钱啊 可能在很多国家 很多人奉献很多很多的钱 这个是 教宗圣人王伯洛斯 他说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在某一些国家呢 在某一些地区呢 好像人家越奉献 就是钱的部分 越奉献 他们对教会的那种责任 越傻 好像是说 我已经奉献了啊 不是奉献了吗 我给你们好几万 好几百万 那这样子就好了吗 可是他们愿意奉献一分钟给教会吗 不可能 所以有时候拿出钱 丢进去 比拿出自己 容易的多啊 自己的时间啊 五分钟啊 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 我们客观上奉献了多少 可是我们心理上奉献了多少 我们精神上 因为天主看了不是多少 天主没有再奉献黄金 天主奉献的是我们的良心 他没有再算我们的钱 他在算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 我奉献给天主的 是我多年了吗 我剩下了 还是从我自己没有了 去奉献给他 那我们恢求圣母妈妈 他是最慷慨的一个方样 从他学习 帮助我们 也这样子慷慨的 还给天主 因为在 慷慨方面呢 天主是不可以被圣过的 我们对他慷慨 他还给我们的一百倍 在福音他自己说 所以在慷慨这个方面 天主是不允许任何人去胜过他 你对他慷慨 他对你更慷慨 我们求圣母妈妈这个恩情 谢谢大家